投資長你的省準真的很省準 今天亮燈漲停創歷史新高 還有經濟日報選股 普瑞KY呢 今天盤中大漲5% 創為盤中上漲3% 重點是今天標題寫說 台積電11月營收創歷史新高 神山跟CPI數據台股上萬六嗎 真的有機會喔 為什麼 這CPI數據多重要 我今天做了一個獨家的推倍表格 我就是價值百萬甚至千萬 我不跟你開玩笑 你一定要看這個數據表格 知道台股該怎麼走 另外台積電營收居然跌破遠近 突破歷史新高 為什麼會這樣子 還有哇塞 省準真的好省準呢 還有ABF載板三雄 為什麼走勢這樣分歧呢 這些獨家的標股 通通在我們今天的華爾街 一定要看喔 打算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榮耀華爾街 我是主持人Luna 今天是12月9日 台股開盤14,620點 中厂收在14705点 涨152点 美国初领失业救济金人数升高 显示劳动市场降温 加上二手车的价格指数 创最大的单月跌幅 下周二的CPI有望继续下降 因此每股四大指数开高走高 也激励台股大盘 今天一路向北收复月线 下周台股会怎么走呢 后续盘式解析 我们交给经济日报 选股冠军基督保持者 同时也是全台湾LINE粉丝人数最多 演讲讲座场爆满 这一首欢迎的分析师 郭哲荣投资长 投资长好 Luna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大家好 你好 投资长本来想说 这周台股应该没什么行情 但是呢 今天突然动起来咯 跟着折折动 哇很多股票都动起来了 都动起来了 对啊 你继续说 是像是神准真的很神准 今天亮灯涨停 创三个月以来新高 还有我们的经济日报的选股 同时也是Type-C概念股的 普瑞KY盘中大涨5% 还有创围盘中上涨3% 那想问投资长 是不是因为下周二的CPI 很有可能见到 7.4%或是7.3%以下 所以今天股市上涨 有可能更低喔 有可能 而且消息早就有人知道了喔 消息早就有人知道了 那为什么我再跟大家讲 独家的消息好不好 你继续说来 好那 就请投资长介绍股票 全部交给我们的事 好没问题 我又跟大家讲喔 同票你注意一下喔 因为今天我标题看最新的喔 热腾腾的 等一下我们今天公布三个数据 我看我节目叫最及时 live的喔 因为你今天看到我节目的时候 可能是周末 周末愉快 周末真的愉快 台积电今天公布最新营收 天哪 嘴嘴眼镜要掉下来了 好不好 要破了喔 因为2227亿 2227亿 2227亿 创历史 你没有这个感觉吧 2227亿到底多还是少 感覺好像很多 到底多多 这是创历史新高 就这么简单 大家一开始不会认为 营收创那么新高 你知道吗 结果现在达成了 所以投资朋友 你会发现到 每个人在唱衰神山 神山啦 那大摩 从前年的Date Money 讲到现在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说要叫他Daddy 叫Date Money要干嘛 是不是 从去年Date Money 讲到现在 没有用啊 台积电营收有在衰退吗 没有 所以我跟你讲 台积电为什么跌 它其实重点是 只是资金行情而已 资金的杠杆 就是资金到底现在 在低利益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你看起来有看头吗 在高利益的情况之下 台积电的一个直利率 就怎么样 没那么可口 就没那么可口 股价就比较 那个股利就比较诞生 诞生我就不想买它 只是一个资金行情的悄悄版 而这资金行情的悄悄版 决定是什么 决定现在是决定CPI的数据 所以现在CPI的数据 我给你独家的一个统计 独家的统计 所以我要说 其实不能怎么样 你要找个不一样的分析师 我还是要再强调一件事 最近我参加我的会员们 很多很多 因为你们是失货的 因为你们知道 你们知道 谁才是演讲人数最多 谁才是LINE粉丝人最多 这些都是实在的数据 一点句我LINE 点我大头天 你就知道我是选招人数最多 不会有人比我多 演讲也是一样 所以你记得加我LINE 可LINE 因为我要付费 我一个月粉丝人数太多 我要付30万 所以我会部分文章 我会全部文章写在Telegram 部分文章写在LINE Telegram Telegram个人 可以跟我对话的 这些都要加 LINE这个也可以跟我对话 我也可以发讯息给你 好就是这样子 这三个通通都要加 记得 除此以外其他都是假的 既然网友说 哲哲 有人去模仿你CPI数据的对话 当然很多诈骗集团 都会把哲哲的文章贴上去 或者用我的照片 去写一些文章 那我都不管 反正以这三个为主 知道吗 就跟大家讲其他的 你要说我骗财骗色 都不关我事 都不关我哲哲的事情 哲哲很忙 好不好 跟着哲哲动 动起来 我给大家一个数据 来 所以这个台积电的营收 我告诉大家一件事 我先跟大家讲 这个有时候历史会说话 什么叫历史会说话 你看这不论台积电 这边对不对 或什么 这121多头归队 你怎么能看到 121多头归队 1121要在这边 这边嘛对不对 对 1121要在这边 那我们看得出来 1121要这边的情况之下 我想请问大家一件事情 有没有跌破121的地方 没有 没有 然后这边的八倍特缺口 有没有跌破 也没有 这都没有欸 然后这是CPI缺口对不对 对 下礼拜要再一次CPI缺口 你要不要赚 你期货选择权 你股票不要赚 要赚跟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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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次是涨500点 那一次你压13800点的选择权 一天涨20倍 我们给你夸张 你要不要跟着我 你要跟着我 你要拿起电话来 不要犹豫 不要犹豫 投资票 我在年初 在年中 我都有讲过 一年最好做的时间是哪个月份 12月 12月 这个没有必要骗你 绝对是12月 绝对是我答案就是 11月进场 12月最好做的 都是这样子 我从以前 我如果你看我节目到现在 你就知道了 我没必要12月 才跟你讲说12月好 然后到5月 就说5月最好做 没有这回事 的确是12月最好做 那你要错过一年中 最好做的时段吗 我已经错过一半了 我跟你讲 你不能这样想 我一直强调一件事情 我说越业越什么 越美丽 越业越美丽 你看喔 12月涨跌幅 2011年 有时候没有看到 有时候这下半月 比如2015年 12月涨0.2 要不是靠下 要不是靠下半月涨1.8% 2014年涨1.3% 要不是下半月涨4% 所以这一次下半月看什么 CPI数据 台积电的营收已经告诉你很好了 突破历史新高耶 多少人看出来台积电 一直讲说美国设厂这不好 我这逻辑不对 不然我已经跟你讲了 如果你在不在美国设厂怎么办 你们到底知道1980年代 美国怎么搞东芝的 现在说什么 你卖东西给那个 你卖东西给什么 给那个 给那个 给那个苏联的潜艇啊 一堆人卖给了苏联啊 结果就是东芝被罚这严重啊 那时候美国贸易部长怎么讲 嗯 没有啊 就是因为日本对我们有贸易顺差 他意思就是我就是要整你啦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一段啊 所以 台积电是势必要去美国的 不然会被整死啊 对那想问投资长 像是有传说台积电可能还会在日本设厂 那投资长怎么看 台积电日本设厂 我觉得要是我会去台积电日本设厂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台积电你知道 你知道日本人很奇怪啊 日本人不重视那个工业 你知道吗 日本人比较重视金融业跟 跟那个 跟那个文法三人 你知道吗 不像台湾啦 台湾现在有点偏颇了 像我毕业的时候那时候 我们那个 我们都是政大校友嘛 我们毕业的时候 其实政大还是比倾家好一点点 现在没有 现在已经差很多了 我讲实话啦 现在快变学店了嘛 没有 政大不会到学店了 可是以前真的差 以前政大还比倾家好一点点 真的 真的那考的时候 所以 就是这样子 没什么好或不好 结果我现在 还赚得比一般工程师多一些些 不好意思 所以人生没有什么一定的选择 只是 那时候 那时候 那时候我还记得就是 我在读理主跟文主 我觉得没什么差别 只是我从理主上文主的时候 但是因为家里的关系 这不多说啦 那只是说那时候 老师有稍微觉得 哲龙你干嘛这样选择 我觉得没差 薪水不会差很多 不过不会像现在 就是薪水差很多 那扯远了 不过 也因为这样选择 所以我现在才变不一样的分析师嘛 好不好 如果当工程师 可能就没那么活药了 可是我要跟你讲日本 他其实这边薪水 日本他开那个 开那个薪水 其实你只要薪水 如果你能到 200万 哇 你知道吗 年薪如果200万就 哇 你听懂会说什么 哇 什么意思你知道吗 因为你想想看 他们现在如果起薪 能到日币 400万 400万大概八十几万嘛 对不对 就很厉害了 你懂不懂 你听得懂会说什么 如果年薪到400万 所以日本人的那个薪水 是特别低 尤其是工程师方面 所以去那边 你想想看喔 台积电为什么 为什么 为什么在台湾可以立足 他有说过 因为是台湾便宜又优秀的人才 张多摩大概就这样讲 讲什么赤裸裸 那相对比较起来 日本是不是更便宜的 工程师人才 是 台湾现在工程师要200多万的喔 他们那边不必喔 我150就开始 趋之落雾了 哇 我要去了 要是我也去日本设厂 这很正常 这扯远的 我要跟大家讲是什么事情 你一定要去美国市场 去美国市场你怎么觉得是利空 这不得不 至少不会落日冬资的那个过去式 你懂不懂 1980年代那些历史你要去赌啊 而且你要高科技的产业 你要最高 你要相对制成高 你才可以什么 才可以拉高毛利啊 你说哇 慘了 那个毛利成本那么 成本那么高怎么办 你看 我跟你讲如果他这边 二八大米设到美国 第一个美国不会满意 第二个也不能提高价钱啊 那我最 我现金制成在白那边 我是不是可以提高 因为只有我现金制成嘛 只有我现金制成 可以让你满意嘛 就这么简单的逻辑 所以很多人觉得奇怪 你看台积电 你们好像把台积电里面的员工 都白痴一样 你知道吗 我都不懂欸 就像你们好像把那个 股神巴菲特 当他们白痴一样 奇怪 就这种我讲话很臭屁 我跟你讲 巴菲特做多 说我绝对不敢做空那张股票 你懂吗 你懂吗 这就是为什么我能成功因素 我是选择跟我一样 或比我厉害的人 我站在同一边 你要不要跟我站在同一边嘛 与神同行 他 我就跟你讲了 他 你去讲一次喔 这一波台积电是看起来很惨 连五叠对 我请问你这个缺口 没有碰到 没有 这个缺口连碰都没碰到 这个就是巴菲特缺口欸 代表有人在买单 有人要买巴菲特的股票 这台积电 你们在想什么 台湾股市要喷出去 我告诉你 为什么要喷出去 为什么美股要涨 因为美国股市 一定有人先知道 你不要跟我开玩笑 我觉得我们当制作人啊 Luna 我们当制作人 当福利社的制作人 就是很强迫我们自己每天吸收 非常多知识 那时候你记不记得 好像六月来七月的时候 日本那个黑人 那个白宫秘书啊 他就说 哇CPI的数据 比翔中高 不过已经到高点了 你有没有印象 他讲过这段话 有 所以股市先跌 对 换句话说 一定有人先知道 是 所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今天晚上如果美股在涨 一定有人先知道 甚至于我觉得也不用预测了 我认为美股就是已经有人知道 今天晚上美股还有可能涨 我就是敢这样预测的人啊 我告诉你只要基本上礼拜天 礼拜五 礼拜一 美股还在涨 对不对 不要涨太多 只要有涨 我可以告诉你 CPI数据就如我所料 本来就低于7.7 甚至低到7.3以下 是 我自己告诉你 你要先假设有人先知道 就像可能再过几分钟 像2.56分嘛 对不对 我看SCFI的数据 SCFI的数据还没出来 等一下看 没有出来就算了 我觉得SCFI的数据 有没有可能翻红 连续24周 如果一方号你要做多 我要再做多 我要加码 是 SCFI的数据 在这个礼拜五为什么拉最高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这个运价 连续24周下跌 开始翻证 不是不可能 有人先知道 你要先假设有人先知道 包含台积电 包含这个 这个 这个CPI的数据 我先跟大家讲 CPI的数据是 是怎么样 我认为 我 确定一定有人先知道 嗯 因为上次白宫秘书已经先料化了 对啊 你懂不懂 已经先放话了 所以代表一定有人先偷偷知道 所以美国股市 一定会有人先知道先买 所以这几天只要再涨 那就会延续了 第二个假设 你们不相信就对 这就是你要看 参加我节目 这边是不是CPI数据 是涨500点 是 CPI数据之前 台湾股市是不是连红 对 莫名其妙 为什么 因为美国股市先涨 所以美国股市已经有人知道 这是CPI特别好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两天基本上也要CPI数据知道 那CPI数据多好 我已经给你 推背了吗 对 替你五公扇 推背图 没事 推背图 来 独家的 独家 只有我这个能力 来 CPI数据我不去预测7.7以上 因为不可能 我直接讲不太可能 好不好 因为 因为便当理论我已经教过 我不要再每天教了 因为这个高级期的问题 那个你听不懂 请看昨天VCR 自己看节目 反正就是我没有预测跌啦 我只有 我只有先下后上跟 涨 涨破一万五千 涨破一万五千 一百五十二点 跟突破一万六 这三种选项啦 嗯 没有错 没有错就是他这种选项 没有其他选项 尤其再搭配十二月是最好做的行情 CPI公布7.3到7.7可能先下后上 这最难预测 就是7.3到7.7的时候 接下来的行情很难预测 你也不知道到底要走多高 有可能万五这边附近就当当当 你懂不懂 最好就万五 有可能有突破一五一二 一五一五二 可是不至于破底 记得一件事情 不至于破底 好 7到7.3%很好预测 突破一五一五二 就这边 突破这边 知道吗 已经跟你讲了 突破这边了 已经跟你讲了 有没有可能 很有可能 基本上这两个机率都有可能 来那两个机率 CPI你进行什么 晚上九点半 你们不相信 拜托你们那个三族软体 都有台子期的夜盘 按台子期权 你看晚上九点半 看什么美股怎么喷 看台湾股市怎么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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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股股市没办法 美股市十点半开盘 你还看不出来 那个直线 你要看小道琼 啾90度 好不好 啾你就知道 这讲的针对 来 7以下 剑6 就是6.9 CPI CPI 就是通膜数据喔 然后历年前三万六 66666 起来 66666 起来 我跟你说这种 你今天外资买超61亿 溜起来 买61亿 买不多啦 因为今天买152亿啦 对 那你去想一件事情啊 外资买不多 嗯 你看喔 就涨那么多 他还有欠我5000亿耶 是 还欠我5000亿耶 就算他现在给我回补5000亿也是历史上 卖最贵最多次的一年 胜过2000年 2008年 2020年 天哪 这样对吗 嗯 接下行情还会噴出去啦 来 先看哪些行情会噴出去 好 358 省准 省射手 像Luna那天不是的吗 对 来喔 就跟他省射手 来 做这个 来 省准今天涨停 喔 不过要涨停 那个好像应该是 受盈收的关系啦 这个吓到我了啦 跳空 因为我等他等很久啊 你看这边要看见要破底 要拉起来 所以股票现在要等 就这样 等的VMC 就像台积电你怎么知道营收那么好 说老实话我也受很多外资影响 我想说营收还算不错 可不知道这一次就一举突破新高啦 怎么办 你看 你每天想这么多干嘛 我在跟你讲喔 CPI数据绝对是最重要的 如果有哪个分析是敢否定我讲的话 我敢跟他打赌10万20万啦 好我跟大家讲啦 你知道吗 你到时候发现到 到时候晚上9点半 直接喷出 就这样子 只是晚上喷还是晚上喷啦 我跟你讲差别这个而已啦 你听得懂吗 前提是要这6点以下 你就发现直线喷出喔 你叫我赌10万赌20万赌100万都敢赌啦 不会有分析师敢跟我赌这个东西啊 因为就是这个最重要好不好 就是你要了解专业的分析师在想什么 最专业的分析师在想什么 就像不会有人一样 再过10年也不会有人一样 在台湾股市破底的时候 还跟你讲说 一个月涨1000点 3万4 3万5万 ever 一个月涨1000点 不然我赌10万块 我赌1000分鸡牌 不会有人的这个勇气 就只有我 所以你要找找第一名分析师 我已经告诉你推背图就这样子了 再看一次 拜托你把这张图可以copy起来 copy起来晚上9点半 你去看一下 9点半 你可以用一些精神数据的APP也好 PTT即时告诉你一定会有 或者你也不用看了 你直接看晚上9点半 直接拉上去或拉上去 但是还是要搭配一下这个数据会比较好 PTT 行李要版一定会跟你讲CPI多少 很快啦很快啦 有些APP也会跟你讲啦 你知道吗 或investing打看 我告诉你一堆APP人 你自己下网去宰 我对你很好啦 去上网去宰 是 investing打看也有啦 这种APP玩页都有 都会跟你讲 就最及时的 可是他们是讲及时的 我直接跟你讲未来 拜托你抄起来 你就知道全台湾最重要的数据 全世界股市最重要的数据 因为大家都要看这个 你就知道 为什么我可以敢跟你赌 攒1000点 所以我要跟你讲 为什么我有神准 就这样 先求大盘的好 再求个股的好 3558升准 来画面 ACFI 没有对啦 连25跌啦 好不好 那所以这个先不要做多了 赶快 那传统亚名就不要做多了 好不好 好惨喔 最新数据资料 最新数据资料 没有怎么办 没有怎么办 就等啊 继续等啊 不能做 不能做 是 就是他不是最好加码点 你有没有可能明天下礼拜谈起来 下礼拜 我认为不宜做亚名藏龙望海 哦 你要不是 当然大盘可能是好 可是因为亚名有12万张的卖鸭 在八天内有卖鸭 报价要怎么样 对 明天的节目还会再说嘛 又会下跌 哦明天有特别节目 再帮忙订阅一下 好不好 结论跟你讲 我都很认真跟你追踪每个股票 啊神准怎么看 神准什么 营收18.91亿元 创历史新高 续报啦 哦 续报啦 诶 同朋友 你一定说 你没有讲过 一定有讲过 因为Luna你应该说做什么动作 做一次 这样 是不是 对 摄像当家嘛 你不是这样做吗 对不对 所以Luna有做过动作 你有没有印象 所以我就是有神准 就是神准 我就特别神准 所以你看啊 我卖得很漂亮 那上礼拜我卖一堆股票 你看像是一堆回答 锦硕啊 欣欣啊 这刺激你 你看一下 你看 那没错吧 上礼拜四是卖一堆 对 是卖一堆 到目前为止 12月记起来哦 跌了174点 12月除了 这10年来 除了2018年的 什么 中美贸易战 川普在乱搞以外 不然12月都是涨的 所以换句话说 这174点你要还我哦 台湾股市你要还我哦 我没有信心哦 我告诉你 所以你看 新星我卖掉了 有信心可是没新星 是 有信心可是没新 为什么 因为获利了结 对 锦硕出掉了 你看都出在高档 对 13.5元 锦硕新星 我每天刺激你啊 来 出在这边 都出在这边了 有沒有看到 信心多少 6182是 等一下 没关系 3189 出在这边了 你看我还画一条线 昨天画一条线还在 漂亮 漂亮 很漂亮 还每天跌 所以我出掉紧硕齁 展一下一下后 他就每天开始跌 你要不要找这样有能力的分析师 你要不要我都预告前面 你看SCFI 我敢预告 我说有机会涨 没涨没关系 接下来我告诉你怎么做 CBI 我告诉你各种推背图 你照着目标走 照着我的指令走就好了 有这么难吗 省水你自己看要赚钱的 省水股就要串新高了 手上持股 获利续报 我秀的是普通会员简讯 这件事 什么叫普通会员简讯 你在节目一开头 你看到我 万人空巷 这个 这个是影片不是图片 你怎么懂 我办演讲人数 大家都参与到就知道 一场演讲快两千人 WHOTEL 全部包下来 什么紫燕厅 你有去过就知道 那多大 台北WHOTEL 那演讲人数那么多 会一个会员都没有吗 我是最入门的普通会员 你看去秀这个抗讯 朋友我要跟你讲 警唆出掉就算了 我还要跟你尬词跟你讲 我懒一点 我今天要加码啦 我太激动了 东西掉下去了 包包都掉了 唉 没有关系 我就开心 我就敢预告在前面 我跟你讲到时候被蓝电喷出去 你知不知道 我选最好就蓝电 我看你不 趁回胆的时候加码 而且我今天 基本上就加在最低点 这这么神奇 不相信随便你 我会员朋友那么多 这个没法造假 哇这样投资长 会不会说太多了呢 这样讲没错 不讲了 对啊 好啦好啦不要讲 没关系啦 讲就讲啦 我就是没办法 每次一闪电视我就没办法 就就挡不住了啦 挡不住的获利 好不好 是 挡不住的鸡牌啦 鸡牌没有请你们 来 创围也是拉回 有没有 是赚38 拉回再买 你看喔 今天拉 最后怎么样 有点杀趣的 我根本不在乎 看一下 我出的很漂亮 出很漂亮以后怎么样 在103 104这边怎么样 买进 你看我109 110元 在那边卖出来 有没有 赚30%啦 紧硕欣欣 创回赚30% 我再赚价差 你记得有一件事喔 我们三档股票赚30% 不是90% 三档股票赚30% 如果是一档再换一档的话 是100万 不是赚190万 是100万赚到两倍 赚到210几万 是 这就是负利的威力 这就是负利的威力 我们就慢慢赚30% 但是我没有赚50%了 只是我有时候以30%为主 创为 获利出新的 怎么样 再买一次 南店心心紧硕 心心紧硕出掉了 南店 反而怎么样 是最强的 没有错吧 南店反而最强 你看线图就知道了 是 昨天有涨喔 昨天有涨了 嗯 因为南店有点拉回 你看这线图 你看不出来这是 这是修 这是整理吗 你看6182 3189 你看这线图就知道 这个是整个做头了 是 对不对 这是紧硕 3037 跟南店差那么多 有没有 3037走势图还可以 星星 可是也有点做头啊 南店 紧硕 星星 紧硕 星星 看起来都是做头 星星 有没有 南店也是一样吗 对不对 都是做头啊 只有 只有 南店看起来就是 晚一如晚散 这个线图这么漂亮 所以要选选选最好的 跟分析师一样 你要选选第一名分析师 你要选选第一名分析师 就像我讲的 我们研究团队 有他大毕业的 有分析师 有会计师 有在投股界 在投资界 十几年的 我们找的比一般经济技能 找的助理还多 更比外资分析师还多 你想想看你要不要这样的分析师 你觉得我们股票我会比人家飙 我会比大家努力 我也告诉你推背图了 我也跟你讲的什么就是什么 神射手神准 这都跟你讲的啊 很多股票大家拉起来了 好不好 同样我要跟你讲 那我也不要只讲涨的股票 我跟你讲 我这个人喔 单分析师有时候当进去的啦 我们讲一下跌的股票好不好 今天又没什么跌 昨天讲9904跌 一样喔 我说礼拜六影片再放一次喔 我那时候说什么 放这边喔 就是说 最委屈的股票 最委屈的那个 十年一遇的好股票啦 十年一遇的好股票 第二名的 十年一遇喔 十年才有一次的好买点的喔 第二名就是保存 这边你看一下连结 点一下把话数点到这边就出现了 这是9904的保存 今天又回档了 本一比六倍我在这边介绍啦 从28块到32块 这咱还不多吗 这么牛皮股 最委屈第一名谁 连发科 你不要考虑 就连发科 我跟你讲买连发科 我告诉你 你全家都发啦 这开玩笑的喔 可是真的有机会好不好 我没跟大家开玩笑 真的有机会 连发科 OK吗 连发科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来跟大家讲 慢慢跟大家讲一些东西啦 所以第一名连发科 创委 对啊对还有 预创 我跟你講Type-C还是有机会喔 你不要到时候Type-C 哲哲我替你的话买预创 有人说哲哲我替你的话买预创 欸什么意思 只要替我话 我的成本点是多少 你都知道 哲哲我替你的话买预创 涨了以后我再参加论会员 你就是你 你知道为什么你没法赚钱吗 就是因为你还没有加入我会员 很多网友最大 最错误的逻辑是哲哲 我先赚了钱我来参加你会员 你就是 你想要靠自己等赚的钱再加入会员 这不就什么四个字吗 圆木求鱼 扣扣扣扣扣 你就不要靠自己赚的钱 你还想靠自己赚的钱再加入会员 何苦呢 有人这样说 这都预创等我赚钱再说 因为你有报这个牌 那我也报景桌星星啊 你有跟我一起赚30%走吗 我也有报精华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样赚70 赚50%再走呢 我也有完品啊 赚了快40%还没走啊 完品没看到 你看完品跟精华谁比较强 完品 完品哦 你看我多有品 精华出掉了 精华看起来还好 快要串新高 可是还没有像完品那么强 对不对 完品还在串新高啦 这一部完品No.1啦 完品现在比精华强一点点 精华赚50%还没走啦 完品赚快40%还没走啦 结果今天完品串什么 收盘价新高 自己鼓掌有点 我们 Luna有点弱 对对对 Bravo 好谢谢你 没有关系 投资票 你去想看你要怎样分析师 好不好 我都讲在前面 这个也是一样啊 所以我慢慢跟大家讲 来 也是昨天跟你讲连电 我就不懂了 连电你杀下去就干嘛 回不知去口就回不知去口 就买啊 就买啊 高盛行 大摩好像都是在看一个600 一个60元 是不是 嗯 一个600一个60元嘛 对不对 连电如果到60元 你是通通解套 然后网路上都摇床说买到最高 好像66 60几块我都快笑死人了 我能怎么办呢 是不是 就是 我跟你讲 我上很多流传的哦 骂我的我跟你讲 我可以大声讲 十个大概有八个啊 是同业的啦 是同业的啦 哦 很好笑啦 为什么要嫉妒我 我没办法 因为我讲话就直接 可能你可以说讲话臭屁 可是我就不喜欢说假话 就如同上次 之前有人在谣传说 哪一家赢摩尔 我说可以赌十万 可以赌一百万啊 到现在没有人跟我赌啊 讲话臭屁是怎么样 应该说讲话实在 如果有人赢我 我也会说很厉害啊 这次选股我就不是冠军啊 没怎么样啊 可是我最近会员赚蛮多了 反正赚很多 就是运气不好那怎么办 可是我会员运气好啊 选股比赛运气不好 可是我会员运气好 因为什么样 因为我每次选了以后 下个礼拜不选他就喷出去了 那你听懂吗 可是我会员不会只报一个礼拜而已啊 就这样 我讲话都很实在 摩尔就第一 你要不要来参加摩尔投股 随便你 你不一定要参加我 你可以参加其他老师的 真的 大家都很优秀 久了就知道啦 你也接很多遥传 我都知道 我对不起我自己良心 我怎么样能 日久见人心 我过程就这种态度 日久见人心 你要不要选第一名的分析师 好不好 你要不要参加摩尔投股 你自己去想看看好不好 好多股票真的很强啦 很强啦 我不要都讲涨的股票 我讲一些比较弱势 藍店 元泰又在黑K 可是你想想看会很难做吗 会很难做吗 会很难做吗 我觉得不会啊 创为我还是很看好 趁正在这个股票我都尽量选右下角股票 看我看要喷出去的 你看不出来吗 你看不出来吗 我希望你看得出来 下礼拜最重要的台积电营收创新高 你看你们一直看对台积电 所以会告诉你台积电营收怎么创新高 股价有时候跌 你要靠的是什么 巴菲特的力量 你要靠的是CPI的力量 资金行情 决定资金行情最主要的方向 就是美联储的FED要不要升息 FED要不要升息 现在全部只看我说的CPI数据 拜托你留下来 我只告诉你我非常有信心 怎么样 有可能在7到7.3 只要7到7.3 会突破15152 就是7.3以下 我非常信心 会突破在7.3以下 是非常有可能的 你听懂吗 如果是7以下 6.9有包含7.3以下 7以下 见到6 6.9 6.8 我告诉你 農利年前3万6 机位只留给准备好了 你去 你错过了 我要请到时候 我请我们制作团队要重播 上一次的时候 11月10到9号的时候 我怎么预告的 然后怎么怎么喷出去的 你就知道你错过那一次 一波涨1000多点 一天涨500点行情 你不要错过这一波 你去想想看 我这么多的绩效 去想想看 为什么这么多公共减信 上礼拜都卖得很漂亮 你看这礼拜 行情看起来很弱 到今天才反弹 精华卖掉50% 星星卖掉30% 景座卖掉30% 你看卖的是漂亮 只留蓝店 蓝店最强 创为卖掉 回胆又买漂亮 买得比109元更低 103 104元 漂亮 买得很漂亮 精髓卖得也漂亮 精髓相看起来有点弱势 最后 公克减讯 整准 暂停版 你错过了CPI数据 下次如果直噴16 你会垂心肝 同朋友 会垂心肝 同朋友 去想看人家粉丁 想清楚了 拿起你的电话来 就这支 0800668085 0800 来来 帮您帮我 同朋友 希望各位 赚大钱 谢谢各位 欢迎帮您影片留言按赞 想要知道更多台股操作技巧吗 可以拨打我们专线 0800668085 0800668085 我们等你哦 拜拜 观众朋友注意哦 最近诈骗盛行哦 我只有三个官方帐号 除此以外都不是哦 LINE小组 S178 Telegram官方频道 小组 A178 178 Telegram私人帐号 小组 S178 注意哦 我没有什么前面是Z的帐号 或者后面是A的帐号 这些偷偷假冒 只有这三个帐号 如果觉得我们影片很有趣的 觉得有深度的 还蛮准确的 欢迎按照我们的影片 订阅我们的影片 按小铃铛 记得按全部接收 还要加我们的LINE 以及加我们的Telegram 我们的LINE跟Telegram 都是全台湾 最大的一个财经频道哦 谢谢各位 是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付投资风险